我的曾爷爷李莲英 这是我 她是李美格 少数专攻中国工笔画的女画家 她口中的曾爷爷 指的就是李莲英 我们家族最早是汉人 因为她十岁入宫 然后一路从小总管 小太监做到大总管 要说起来是自己用智慧和性命来做到总管 爸爸讲起来我曾爷爷特别可爱 就是说二老祖在历史上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 而且不像李汉祥排那个什么李莲英 什么奴才什么的 其实他总管就四十多年了 所以爸爸说起来就引以为荣的感觉 就说你看你的二老祖可不是繁无俗子 他是有贡献的 在清朝同治光绪慈禧三朝 谢谢大家